原本国民党内领取参选机动室立委议院书的六个人 包括立委徐少平办公室执行长林佩祥 机动室议会议长宋伟丽 机动室议员韩良琪 机动室议员杨时辰 机动室议员吕美玲 以及前立委何胜龙 不过在昨天最后截止时间完成缴纳议院书的只有五个人 议长宋伟丽最后并没有缴交议院书 国民党机动室党部表示 接下来将和党中央在因地质疑 订定最符合机动室民情和胜选的提名办法再行公告 我们机动室党部办理第九届 我们区域立委的意愿书缴交登记 已经在昨天的下午四点正式结束 然后总计由我们的司议员韩良琪 吕美玲 杨诗成 以及我们的前立委何胜龙 以及我们徐少平委员办公室执行长林佩祥 总共五位同志来缴交我们这个政党巡查的意见书 在接下来我们四党部会将相关的资料 整理完备之后 送交我们党中央 让党中央来做评估判断 来寻求一个最有胜选可能的候选人 来出征我们下一届立法委员的选举 那针对我们候选人的决定 我们四党部这边是目前还没有所谓的时间表 但是会跟中央充分的沟通 尽快的来推出我们最优秀的候选人 至于什么时候会公布国民党党内基隆市立委提名办法呢 根据了解最慢应该在五月中旬左右就会提出 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导 春天就下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上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 好